这次地震灾情统计到目前为止 有4名民众死亡 总受伤人数是681位 目前的重点是在于受困的民众的抢救 所以包括我们通行总队也在执行调挂的任务 因为在这个树花公路还有树花岗的部分 单方的路段蛮多的 所以现在最重要的是把人员把它决出来 稍早之前我们队员的这个生命探测仪 有探测到疑似生命的一个迹象 那在几分钟前我们调阅了这个路上的一个监视器 的确发现在今天早上的8点11分 这位小姐她的确有进到这栋大楼里面 那在她进去之后大概15秒左右的时候 地震就发生了 然后这个大楼就倒塌 那她的一个位置应该是借在一楼跟二楼之间 那由于这个大楼倒塌了 现在我们看到的一楼的部分是原本的二楼 所以现在我们的队员准备进去 把这个楼地板把它这个破除 然后这个能够有空间能够出来 让这个搜救群可以进去 然后希望能够确定她的一个位置 然后后续展开这个救援的一个工作 我们下期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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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下期再见